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当地时间25号晚出席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白宫为他们举行的隆重欢迎宴会 当日晚7时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 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在门口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 出席贵宾酒会 并同双方看家宴会人员握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宴会开始后 奥巴马和习近平分别致祝酒词 奥巴马在致辞中再次对习近平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奥巴马表示 习近平主席和我在此次会谈中 就继续加强两国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 美中不仅需要合作 也能保持合作 因为两国人民的长久友谊使我们充满信心 二战中 中国村民营救美国飞行员 两国人民那时起就结下了兄弟般情谊 近年来 双方民间旅游留学越来越多 交往日益频繁 近期 两国共同帮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 谱写了美中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佳话 两国民间友好持续发展 成为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 我们要以海纳百川的精神 通过继续扩大合作 使美中两国更加强大 习近平在致辞中强调 我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一路走来 我深深感到 美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 都对彼此怀有友好情意 都对深化中美合作抱有殷切期盼 我同奥巴马总统进行了长时间交流 就关于中美关系 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广泛重要共识 习近平指出 三十多年来 中美关系历经风雨 砥砺前行 取得了非凡成就 展望未来 我坚信 面对前所未有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 中美关系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中国古人说 为者常成 行者常志 林肯总统也说过 预测未来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创造未来 让我们坚持相互尊重 相互借鉴 不断加深相互了解和信任 大力拓展双边 地区 全球层面的协调和合作 把双方汇旧的蓝图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以创新精神谱写中美关系新的历史篇章 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热情友好的气氛 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出席宴会里有美国副总统拜登 国务卿特里以及内国主要成员 各界名流共约220人 彭丽媛 王沪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 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这席宏到律运属城 欢迎订阅 机视频 须鼓心 后 咳 谢谢观看